特效的动态节奏设计 动态节奏决定了特效主题的个性 流畅感 真实感 打击感等 直接影响玩家游玩的体验 而做游戏特效其实就是在做动画 因为在这短短几秒钟的过程里 特效美术必须交代清楚 事情是怎么发生 导致什么效果 然后如何结束的 也就是在利用视觉表现 说一个很短的故事 哪怕效果只有一秒 特效美术都必须尽力让每一个影格 都能传递清晰正确的视觉讯息给玩家 这也是效果能否使人百看不厌的关键 那么既然做特效就是在做动画 所以学习及活用动画十二法则 就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 我们可以在YouTube上透过搜寻动画十二法则 来找到这一组播放清单 作者很清楚的介绍了这十二个法则 各别的内容以及范例 相信会非常有帮助于大家 很快速的理解动画十二法则 所以非常建议特效美术 务必要去看看这一组教学影片 然而在特效的动态节奏设计 我们其实实际上控制的不外乎是 移动、旋转、缩放、色彩 这四大要素的时间变化 而这四大要素组合而成的结果 也就是这组特效的动画演出 除了动画十二法则之外 也有人将其精简为十项动态设计法则 那它都是基于相似的原理 以及归纳所得出来的一个结论 那从右边的这个简单的展示中 我们可以发现 透过一些动态曲线的调整 我们可以展现出物体运动的节奏感 或者是它的一个动态速度力量的表现 以及物体的重量 或者是物体的自然的协调性 当然也可以创造物体 更具有角色个性的演出等等 那这些资料都是非常好的动态设计的参考 接下来我就要针对这十二项法则 一一透过实际的特效案例来说明 实际运用动画法则在特效的动态设计上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首先是挤压与伸展 在特效应用方面可以作为能量的累积 爆发与视觉的延续 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 先是产生一股火焰能量 快速的向中心压缩 稍作停顿后产生一个强烈的爆炸 爆炸后的余韵停留几秒后才消散 在视觉面积的变化上 我们可以看到 初始的剪影 被中心一个强大的能量给集中吸引 我们也可以看到火焰的形状 也因为这强大的吸引力 而产生拉扯伸展的形变 它这能量向中心集中后 稍作停顿 马上爆发出一个更大视觉面积的剪影 来形成一个强烈的视觉伸展 而利用这样一声一说的对比 就使得爆炸的视觉冲击力更加的提升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有别于以往 我们常见的形状变化 可能是比较线性的 线性提升的 那在这个案例中 它做了一些改变 也就是先进行了一个压缩 然后再产生一个更巨大的爆发 在这个节奏上的变化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被分成了两个阶段 而第一个阶段 就是挤压 第二个阶段 就是伸展 而这样子一说一声 的对比 就大大帮助了这个爆炸的能量 来产生更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 视觉上的 线性的一个扩张 那这样子的挤压与伸展观念的运用 不仅仅可以用在 单一物件的形变 来透过这个形变来描述 这单一物件所受到的能量 或者自身产生的力量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概念 挤压与伸展的概念 运用在整体特效表演的时间轴的安排 就像这个案例一样 它透过这样子 加入了前面一段压缩的 一个变化的阶段 来营造后面更强大的 爆发的视觉冲击力 那这就是一个蛮好的挤压与伸展的案例 预期动作 在特效的运用上 大多会运用在吟唱特效 或攻击预告的效果 藉由这些前置效果来吸引玩家注意力 使玩家产生预期心理 而对于接下来要发生的事 感到好奇与期待 所以通常后面就会产生巨大 强大的冲击力或相当有趣的效果 来震撼玩家的视觉体验 此外预期动作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 就是可以帮助说明力量是从哪里而来 而不会使人觉得力量只是无中生有 这将会使效果缺乏说服力 就像在动画法则中所介绍的挥拳动作 透过建立一个挥拳的准备动作 来吸引观众注意力在他的拳头上 然后紧接着挥出拳头 整个表演也就更加具有说服力与力量 另外就像在这个龙卷风的案例一样 它先是产生非常多的光点 紧接着视线条环绕向中心集中 中心产生一个光芒不断成长扩张 这个阶段就是预期动作的建立 而在能量挤压到最高点时 也是营造出玩家心理期待值最高的瞬间 紧接着爆发巨大的龙卷风特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卷风效果 几乎占据整个画面 而对比一开始 能量被压缩成一个较小的视觉面积 前后的视觉面积对比 也大大强化了冲击感 透过这样的节奏安排 就能促使玩家心理的节奏感 去符合我们所设计的视觉节奏 引导玩家承接住我们希望传达给他的视觉爽快感 而这就是预期动作在特效上最主要的运用 3.表演布局 在特效应用上是作为画面设计与演出的安排 分辨视觉冰主与构图关系 使每一个阶段都只会有一个主角 藉此清楚的说好一个精彩故事 其实也就像是电影或者舞台剧的表演中 每一个画面每一场戏都只会有一个主角 或者视觉焦点 假设画面中每个角色与背景都增强着观众的目光 那就会造成观众的混乱 不知道现在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谁身上 因此也就容易错过故事真正要传达的主题 换句话说 当画面中所有特效元件都在做着精彩的动作 以及富有丰富吸引力的色彩 当所有似乎都成了主角 那也就等于没有谁是真正的主角 最终造成玩家的视觉混乱 而特效的主题或目的也就无法好好传达给玩家 自然也就无法创造出好的视觉体验 像是在这个案例中 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个阶段交代的非常的清楚 从一开始 扑克牌的出现 扑克牌是作为主角 很快的进入到下一个阶段 开始投射物在每个卡牌之间 并且不断的加速流动 而形成中间的一个六芒星的形状 而最后到了最终的阶段 聚合形成一个大爆炸 整个视觉焦点非常的清楚 而次要的元件也不会去影响到主题爆炸的视觉效果 每一个阶段的表演都非常的清晰 起 程 转 和 都非常的清楚明了 所以 特别是特效演出 通常时间都很短暂 所以一定要好好设计整个表演 在每隔 每秒 每个阶段的布局 让每一个元件都能真正发挥效果 这样出来的特效演出 自然也就会非常的吸引人 也非常的具有说服力 连贯动作与关键动作 作为特效的应用上是 跟随主要能量或立场的流动 也就是说 元件 能量间的关联性 与动态的延续性 还构成整体表演 在这个案例中 可以清楚感受到效果的流动 都在很明确的轨迹上 相关的次要元件 也都依序的跟随发展 而每一个关键影格 也都非常利落的安排 指整体的效果 可以非常清楚的传达 不会因为较快的节奏 与较多的细节 而使玩家感到混乱 这里可以看到 星座快速的展开 跟随一股流动的星云 就是这股流动的能量 星星也在轨迹上依序的亮起 稍作停顿后由星云领先 往回流动 引导着星座与星星 手桌为中心 来酝酿接下来的能量爆发 而投射物的设计 也是相同的概念 领头的能量 引领着星星与星座的轨迹移动 途中还可以发现 设计了一些被甩离的小星星 其依循着惯性方向继续前进 而透过这个次要动作的设计 来辅助主要投射物的强大 最后产生的受集 仿佛先是形成一个向外扩张的动态 来表现冲击性 然而中心 似乎因为受到星辰的爆炸 而产生了一个黑洞的能量 所以将这些星星与星云 又再次的往中心吸收 而后下沉 可以看到 相关的元件都依着这样的轨迹运动而延伸 由于很明确的轨迹与跟随 纵使效果已经结束 但我们的大脑已经进入了这个系统中 有就是我们所谓的脑补 或者说是视觉残留 而留下很好的动态视觉余韻感 所以在特效中处理好元件 与能量流动的动态延续性 就能为效果带来很好的视觉流畅感 跟随动作及重叠动作 在特效的运用上指的就是惯性运动 且不会有任何元件会突然禁止 所有次要的元件都会受到主要的能量 运动方向所影响 如果有一个元件 明显与主要能量流动的方向相反 而却没有给予合理的能量来源 那在整个效果中 就会形成两股相互冲突的动能立场 导致效果显得有些怪异不自然 所以在设计特效动态时 要思考物件之间的交互作用关联性 也必须把整个动能立场的统一性给考虑进来 如此才能使效果自然流畅 在这组刀光案例中可以看到 跟随气流刀光所产生的能量延护 与粒子光点 就是被主要的刀光气流所牵引 而跟随流动的 随着刀光的消散 主要动能立场的消退 烟雾与光点也随着减缓位移 且逐渐的淡出 并不会说马上禁止 且停止自身的消散 也可以发现 主要气流的立场衰退后 这些粒子就依据惯性法则 往前前进 并不会延续气流的旋转方向 而继续移动 所以整体的视觉表现呢 也因为这些跟随了次要元件 而提升了整体 刀光的视觉强度 与说服力 更能说明这个刀光它的能量 是多么的强大 或具有杀伤力 缓入、缓出 在特效的应用上 就是避免过于线性的动态变化 要正确的调整移动、旋转、缩放 及色彩的动态曲线变化 使每一个元件都符合真实的物理特性 像是从禁止开始启动 是渐快的加速动作 从运动状态到禁止 则是减慢的减速动作 除非是科技主题 如机械的动态 就可以很线性的直接达到均速的状态 除此之外 大多数的物体都不会是均速的运动 都会有很自然的曲线变化 而且也不会突然禁止或全速运动 包含能量的消散也是相同的道理 不会是均衣的消散速率 而突然消失或出现的能量 都会让人感到突兀 困惑不自然 在特效的制作上 就是颜色的变化及形状的缩放 这些都需要透过妥善的调整曲线来达成 在这个案例中可以看到 一开始受到力量的吸引 石块油慢往上逐渐加快 当力量消失又受到重力吸引落下 速度的变化是油慢到快的掉落地面 当能量喷发时可以看到 烟雾与粒子很快的快速被推开 然后逐渐的减慢速度 当整体效果进入尾声 可以看到整体的动态也跟着减缓 元件的流动速度或者缩放弹出等 也都用比较慢的方式进行 纵观整体的效果也是缓入缓出的一个表演节奏 弧形运动轨迹 在设计任何特效物件的运动轨迹 都应该要尽量避免过于僵硬线性的表现 除了机械科幻主体元素以外 几乎所有的动态都会是以泡物线的轨迹移动 除了使效果更加自然以外 也可以让整体的视觉动态更加丰富 在这个案例中首先可以看到 作者透过曲线的设计方式 来设计集器与投射物的轨迹 而在命中目标后的收集效果 可以看到碎片的动态轨迹 就是自然的抛物线运动 而当球体跳起后 跟随在后方的例子 也以抛物线的螺旋向上的轨迹 呈现动能的余印 因为球体高速的飞出 导致后方呈现半真空的状态 而周遭的空气会依序快速的补入 行程向上不安定的劳动立场 也就决定了这些小粒子的运动轨迹 而气流的流动都是柔顺的抛物线状态 最后炸飞的碎冰雪花等元件 也都正确的以抛物线的方式 来进行轨迹运动 有了这些抛物线的运动轨迹 也就帮助了整体效果更加有说服力 与打击感 次要动作 也就是在特效表演中的次要元件 利用这些次要元件 可以强化主视觉特性与能量 提升视觉震撼度余印的延伸 这组特效案例中可以看到 爆炸后震飞的石块 以及残留的烟尘 就是很重要的次要元件 石块透过被噴飞的距离 来辅助描述这个爆炸力量是有多大 中间残留的烟雾余印 也辅助描述了爆炸中心的高温逐渐冷却 带给玩家的余印感 都大大强化了爆炸的视觉力量 如果没有这些石块与烟雾整体的视觉效果搭配 就会使这个爆炸显得疲弱一些 时间节奏 作为角色动画可以透过调整动态的快慢搭配 来呈现出不同的角色个性与状态 来丰富故事内容的传达 而在特效的运用上 则主要作为呈现主题的质量速度与力量 改变整体效果的节奏安排便能创造出更震撼 或更有趣的特效演出 像是在这个案例中 飞舰不是直接快速的飞向目标进行打击 更不是用一个非常均速的飞行速度来进行运动 而是透过安排不同阶段的节奏变化 在快慢之间 逐渐累积起效果的质量与力量 藉此营造出不同阶段的攻击力量的层次 你甚至可以发现在一开始 这一个动作就是一个预期动作的设计 在进行第一波攻击后 又导入了第二波的预期动作 来做最后结尾的结束攻击 来营造出这两个阶段攻击力量的不同层次 带给玩家截然不同的趣味性 所以透过快慢节奏之间的对比安排 就能带给玩家截然不同的感受 与游玩的乐趣 在特效设计上 时常会因为角色技能的成长 而需要使效果变得更加强大或者华丽 又或者借此呈现该效果的稀有程度 例如贩售特殊的装扮所搭配的技能 也跟着提升视觉效果 借此吸引玩家购买 而强大的敌人也会搭配效果 而更加强大有威胁性的演出 还带给玩家刺激与压迫的游玩体验 所以除了演出内容的夸张化 也可以透过较夸张的形状 色彩与动态变化 还带给玩家更好的爽快感 另外不同程度的夸张化特效设计 还可以呈现出不同风格的主题 以及所对应的角色个性的差异 存熟的手绘技巧 在特效制作方面的意义上 不单纯只手绘的技能 我认为代表着特效美术需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美学观念 多样工具技法 与丰富视觉经验 因为特效涵盖的效果非常的广泛 从写实的各种自然现象 到奇化魔法 风格化美术 又或者是近未来半写实的科幻世界 如果没有熟练的工具技法 是很难满足如此丰富多元的特效制作需求 而没有足够的美学知识与生活观察 也就难以制作出具有说服力的效果 在这个案例中很清楚的呈现出特效美术 基本的制作内容 从贴图模型等素材的产出 再到Shader的编辑制作 再到粒子系统的组件 最后顺利的在游戏世界中正确的呈现 在这整段过程中包含了相当多的制作知识 而且随着游戏品质的不断提升 硬体的升级 身为特效美术也必须不断的优化制作流程 的效率与品质 以及学习更优秀的工具技法 帮助我们能创造出更精彩更具说服力的效果 最后吸引力 不管是做什么样的视觉设计 画面吸引力是很重要的 一个没有吸引力的视觉效果 也就无法与观众或玩家起到沟通的作用 故事或主题也就无法传达 所以创造出视觉吸引力是美术必须努力的目标 而特效在游戏画面中是最能吸引玩家目光的存在 能帮助画面氛围更加分 角色的技能表演可以更加精彩 也能辅助游戏内容设计的传达 增添游戏趣味 想象一下战神Kratos在做这些动作时 如果没有这些特效 画面会显得有些疲乏 甚至不清楚他正在做什么 而良好的特效设计 就能使整个动画表演更加有吸引力 而且能辅助提升动作的打击感 与视觉冲击 起到画龙点心之妙 在特效的制作上 也就是尽可能的在造型 色彩与动态上 去设计出吸引人的表演内容 以上就是说明动画12项法则 对于游戏特效设计的重要性 以及运用的方向 当然之中还有更多细节 可以继续探究 在这边我只针对大方向 主要的概念进行分享 希望能帮助大家更好理解 为什么动画法则对游戏特效 是很重要的基础观念 也强烈建议特效初学者 务必要熟悉动画12项法则 并持续练习直到熟练运用 这会帮助你设计出令人惊艳的效果 看了这么多案例 其实在实作面上 就是要去精准与巧妙的控制动态曲线 来制作出精彩或有说服力的效果 透过移动旋转缩放及色彩四大要素的动态变化 来构成吸引人的表演内容 所以从这段展示效果中可以看到 单纯只是改变位移的动态曲线 就能够使这一颗球体 做出截然不同的表演及个性 最后来看一组好坏对比的案例 这是一组常见的打击火花效果 左边的打击火花显得相当软弱无力 主要是因为整体的动态曲线缺乏变化 是完全的线性动态 而右边是经过调整各项参数动态曲线后的结果 得到相当好的打击感与动态细节 效果也更加自然有说服力 而这主要是透过优化速率的曲线 使火花在初期阶段有很强的动能向外喷发 但是很快的就大幅度的减弱 这样的速率对比就大大改善打击感的呈现 另外也调整颜色的强度变化 因为粒子受到撞击时强大的撞击力导致摩擦深热 所以初期会有很强的色彩光晕 但很快的就随着动能与热能的减弱 色彩强度也跟着大幅减少 减弱的色彩也正描述着热能的冷却与消散 另外粒子形状的变化也透过曲线来调整 在这里我是采用了依据速率变化来缩放两周尺寸 也就是speed by lifetime 粒子在初期因为受到很强的冲击力 所以粒子拉伸成细长形 但很快的随着速度的减弱而压缩回接近点状的形状 这概念其实是在前面造型设计中提到的 利用直线造型来表达高速的视觉语言 也类似真实刀光案例中所提到的 因为高速的位移而形成的动态产影 然而这也是动画法则中所提到的挤压 与伸展来帮助呈现能量的爆发 最后加入杂讯立场来呈现火花消散的动态 在曲线中可以看到 杂讯的立场一开始是趋近于零 因为粒子受到撞击时的初始动能方向 远远大于劳动 但随着速率的下降 杂讯立场才逐渐淡入影响粒子的动态 而这样的劳动也正式描述 冲击过后的环境气流的劳动 如此于运动态的表演 更加帮助玩家感受打击感 从这个常见的特效火花案例中 可以清楚了解到妥善设计动态曲线 可以造成多大的差别 效果的吸引力打击感 说服力与戏剧性都大大的提升 最后要讲的就是如何透过动态定义美术风格呢 其实就是动画曲线 透过设计动画曲线来构成所需要的风格 在这条写实到风格化的光谱上 在写实风格中 会看到这样子标准动画曲线 来呈现弹出的效果 接着在曲线中 加入一些变化 形成较有个性的动态表演 然后又加入更多的曲线变化 使风格更加强烈 甚至最后还拆分成XY轴 个别设计曲线变化 形成更加独特的动态表演 其实这就是法则中的夸张化运用 你可以发现在底下 我刻意放上基础曲线来作为比对 会发现不管曲线加入多少变化 都还是依照写实的曲线变化 作为整体动态的大方向 如此一来 不会因为过度风格化 夸张化的曲线设计 而失去合理自然的动态表演 所以总结 做特效就是在做动画 特效的动态节奏就是动画设计 学习与熟练动画十二法则是很重要的 而这完全无关乎专案风格 就像刚刚提到的案例 风格化的背后还是基于写实 合理的动态基础去延伸 在实际制作层面 一定要多去思考 每一个元件属性的曲线变化 并且使每个元件有良好的相互搭配 就像观赏一场精彩的百老汇剧场 舞台上没有任何不必要的演员或物件 你一演 我一剧 我一唱 你一合 演员的举手投足 总是环环相扣 直到精彩落幕 带给我观众余韵缭绕 深陷其中的感受 以上这些就是针对特效动态节奏的视觉设计的介绍 最后快速总结一下 这是前面三个章节中的优劣对比案例 而这三组元件分别是造型、色彩与动态里相对比较好的结果 然后把这三组元件组合在一起 就得到这样一个常见的打击正波特效 由于每个元件都处理得当 所以组合起来的效果自然也就不差 只需要稍作调整使元件之间有更好的搭配 就能完成这样一组不错的效果 所以正确的使用造型、色彩与动态 就能帮助特效的呈现更加精彩、有说服力 在制作层面上也可以更加精准、有效率 此外透过造型、色彩与动态 也能帮助我们有效的定义美术风格 调整这三个要素不同的风格比重 藉此找出适合专案的特效风格三角形 在这之中就有无限的发展可能 而在制作过程中也可以帮助特效团队聚焦风格的发展 此外从这边也可以理解到 一切的风格发展都是源自于写实的体验与知识 以此为核心根基 可以向外探索风格的无限可能 也因为如此 建立良好的造型、色彩与动态基础观念是很重要的 以上三个章节就是关于游戏特效美术设计的分享 我是Ryan 感谢大家的观看 感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